半夜窝在被子里实在睡不着 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叫 从床上跳起来 煮的过超好吃的韩式芝士年糕面 我承认 确实是我馋的不行了 每次家里都会吞好多康师傅 这次就吃个新出的韩式辣牛肉口味吧 炒香洋葱泡菜放个料包 这个料包是韩式辣酱 搭配辣白菜一起熬煮出来的 行了 鲜甜 说的就是它啦 最后来个鸡蛋 一起焖煮到芝士融化 开盖瞬间 飘香四溢 诺鸡鸡的年糕 粘稠拉丝的芝士盖在面条上 好吃残漏 吃着冬日暖锅 坠着锯 日常又幸福的小日子就很舒服啊 今天做了到天津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天津饭 只要家里有鸡蛋和切柳就能做啦 料汁也是家里常用的调料 完全没有任何难度 浓稠的酱料浇在嫩滑的鸡蛋上 吃上一口完全停不下来了 下次不知道吃什么时候 快试试它吧 小时候外婆总说 冬吃羊肉三人生 冷酥的季节来一碗热乎的羊肉是最舒服不过了 想要锅底更好吃 提前炒制一下是少不了的 用好的传统菜籽油才能更好的激发香味啊 还是辣菜的好伴侣 而且这种传统风味的好菜油 更能压制住羊肉的新山味 加热水和啤酒 还有简单调料 我们煮一个半小时 中途可以放些白萝卜 接下来再调一个蘸料 加入这么这样的调料 和烧热的金红鱼外婆香 小榨菜籽油 热油这么一波 太有小时候那个味儿了 一口眼下 香气和软嫩在嘴里释放 吃完羊肉还可以涮菜哦 快和家人一起治愈这寒冷的冬天吧 脆皮鸡肉包裹着浓郁的咖喱汁 好吃到跳脚 嗨 我是橘子 鸡腿去骨 放蒜泥 盐和黑胡椒 给它们来个深度吧 这个时间可以准备一些破菜 简单的呼噜泡土豆 两天就好了 鸡腿皮可以沾进生粉 帮助更快形成脆皮哦 鲜刀像这样表面微黄 不用说也知道这一步真的香惨了吧 一块简单的咖喱 就能成就一道浓郁风味的咖喱鸡 我真的太爱了 鸡腿的脆皮和咖喱融合在一起 浓郁而不油腻 不说了 我再煮点饭去 吃香叶啦 我喝了 吃香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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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郁 在年宴饭上来上这么一道开口笑 寓意着生活甜蜜 下口常开 其实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心太软 红枣的香甜 拌嘴的糯米夹心的软糯 就好像置身在甜蜜柔软的枕头上 快给家人安排上吧 今天一早起床 迎来了冬天的第一场雪 在楼下打完决筝回来 煮了到东北名菜 白菜炖粉条 这个味道真的太香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年月饭餐桌上 来上这么一碗 撒拉开胃的金汤滑肉 一定会让经纪朋友们 对你赞不绝口 滑嫩的肉片 包裹着浓郁的酸汤汁 解馋超下饭哦 快给亲戚朋友们 露一手吧 大家都是快乐呀 最近产了好久的烤鱼 今天去市场买了条回来 热心的摊主都帮忙处理好了 自己做的时候就简单很多了 小妹小妹 我在 请打开微波炉 收到正在启动 底料像这样炒一炒会更香哦 相信我这时候满屋的香味 最后来人炒香的花生 芝麻和香菜 简直一百分 冬芝麻总是要来点汤圆的啊 话说你们冬至一般都是吃饺子 还是汤圆呀 小美小美 来啦 请帮我打开空调 好的 客厅空调开轻 美的的智能家电都可以在每具APP上控制哦 省时省力 汤圆煮到漂浮起来就好了 满满的黑芝麻太有人了 学会了记得做给家人吃哦 吃香水 吃香花 吃香水 简直说 甘辛咀嚼 炒脂 乳酸 instrument 酸 鱼油空气炸锅第N天 早晨先从一碗牛奶烤吐司开始 表面撒点白糖送入空气炸锅 烤完以后可以放下自己喜欢的水果 简单又有营养 外脆里嫩的超好吃 中午给自己来点黄黄的 烤鸡先用牛奶腌制一会儿 不仅去腥腥更出汁哦 加入这么少调料 做个全方位的满沙季 腌制后200度40分钟 中间翻面两次 刷点油和蜂蜜再烤个20分钟 这有感觉了 晚餐不想洗碗 来个简单的锡纸大虾 洋葱金针菇大虾通通码好 再配上我们一制的蒜蓉辣酱 170度10分钟搞定 嗯这个蒜香真的是不自觉的流口水了 作为一个吃货 宵夜总是炒不了的 对了今天超实用的空气炸锅 是我之前在美的会员日 积分5折秒炸到的 在1220年度会员盛典 超多福利哦 还能像我这样用积分5折兑换 超多使用产品 感激的小伙伴可以抽评论哦 大家别忘了 再忙也要享受美食的快乐时光啊 前几天和朋友出门跨年 听到了小时候 冰糖葫芦熟悉的亮白声 今天自己在家做了个超迷你版本 我选了超多自己喜欢的水果 随意搭配就好 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熬糖步骤啦 白糖和水比例2比1熬到表面微黄 用筷子测试一下能迅速结块就可以裹水果啦 听听这个嘎嘣脆的声音 马上就要过年啦 家里又吞了好多小零食 过年期间的低热量美味 非它莫属啦 江选的某玉爽正宗的川味配方 吃起来嘎吱嘎吱的停不下来 哎呦又要重新吞咯 吐司去掉边边切成三角形 一块放上草莓酱 涂抹均匀一点 再盖上另外一块 给我30秒带你解锁颜值味道都在煎的草莓酸奶吐司 吃饱淡奶液的吐司像这样简单煎一煎 你看是不是超简单 再也不要说不会做啦 放上自己喜欢的水果 我是真的超爱喝酸奶 在每日优先上下单的每日鲜烙 浓郁的酸奶淋在吐司上真的超好看 而且又促进营养的吸收 来上这样一份早餐 好像一整天都充满活力了 为了爱你的和你爱的人 都记得要按时吃早餐哦 嗨我是徐子 想你的米饭搭配新奥凉鸡翅 真的太好吃了 先来炒一个蔬菜饭 只需要简单的蚝油 盐生抽调味就可以了 看到这里你已经学会了一个炒饭了 接下来就是鸡翅去骨的环节 这一步可能需要有点耐心哦 我先打个样 有男朋友的这一步一定要让它上手呀 稍稍冷却后的米饭 包裹在鸡翅里 再煎上一煎 涂上一层蜂蜜焖一下就好啦 这道菜再挑适的小可爱都能被俘化啦 快和爱的人分享吧 这道菜再来炒一个炒热的小可爱都能被俘化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